前几天今天陪我逛过 不是陪我逛过 陪我路过过 我陪他路过的时候 他舍不得进去 当然我拉着他进去他都不进去 他说太贵 他一看这种店的话就特别的昂贵 然后他就舍不得家人们 这样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在所有大家的关注下 我们一定把吉林弄进去 弄进去让他买衣服好不好 一定要让吉林去买衣服 因为他他舍不得 他这小姑娘舍不得 快区要关门了 哎呀 已经关门了 这婚纱店已经关门了 关门呢 没关系啊 也可以从外边看到一点点 专门秀恩 专门秀恩爱 家人们 我们可以秀恩爱吗 我们秀恩爱的话会不会 就是家人们 你们看着了 你们允不允许我们秀恩爱啊 允许大概允许呢 对 因为有人说我们秀恩爱 我们难道不能秀恩爱吗 哇 现在已经 6.2万人了 这么多人 我的天呀 哇 吉林 你干嘛呢 这是婚纱店啊 这个里边有一套婚纱 你们看 小吉林他随时从这条街路过的时候 他就 他就来定着这个婚纱 他就想象他真的 他有一天穿上这个婚纱的样子 会是多美 我也我也真的 我也老补过 我也想象过 你喜欢这一套 今天穿上婚纱的样子 哪一套 这样七年 明天等他开门的时候 我陪你来逛好不好 明天等他开门的时候 我们来逛 允许允许啊 可以可以 嘉人们你会允许 那我们就秀恩爱 就当着大家的面秀恩爱 怎么了 但我觉得那个短线 比如说留着肠子 他喜欢那个 一种 今天说他什么那一套 这一套 嘉人们哎 这个党 你要这个反光呀 这看不清呀 没事没事 那过两天去看 嘉人们这 那我们先去陪吉林逛街了 我们先 我们先去陪吉林去逛那个买衣服 吉林 你看 你们看吉林他每天穿啥 嘉人们 他这个衣服 他他说 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 你们都知道吧 这是防晒衣 这个上一次在直播间 分享过一次就自己穿的 对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衣服 穿的特别舒服 他每天都舍不 换了 今天 那妈的换呀 你每天逮着一件衣服穿 那怎么能行 这件衣服穿的舒服呀 所以的话 这好卡呀 往前快走 走快一点 这里有点卡 上一次的换买 对 这个是防晒衣 我们之前在直播间都分享过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当休闲衣服穿 因为这个面料特别好 今天拿过来一下 我摸一下呢 这个衣服哇 真的 而且很凉快啊 穿的衣脸也不会热 允许允许 希望家人们你们允许那 休闻爱 那我们就 我们就当着家人们的面 那我们真的光明的休闻爱了 那就 我都看不到直播间姐姐和 我们现在就是最真实的样子 是他拿着的 对 最真实的样子 我不知道和你们可不聊天 没事没事 今天来 要不你聊一会儿 你和家人们聊一会儿 啊 啊 那这样 不行 不行 这样我觉得已经到了 你们看啊 这家店的话 我觉得比较高级高端的 我马上我先带几年进去逛一逛 几年穿什么都好看 穿鸡 哎 他们两个看到好看的衣服就走不动 几年 哎呀 每次 你看前边我记得 咱们有两次路过这个店 你都舍不得进去 今天你别又又不进去啊 一定要进去 我下一次家人们是他从我 把我从车上拖下去 然后进门店 然后就整理 我不想管 是为什么不想管 就是买这么多干什么呢 买这么多 买得穿鸭干什么 你一天天的 今天叶总分享的视频好搞笑 搞笑吗 搞笑我们就平时 今天就跟我们平时记录生活一样的 你们喜欢我们就多更新更新生活的视频 为什么要带灯泡 小胡他们说你是灯泡 哈哈 好难过呀 怎么啦 不是灯泡家们 是 是我们两个本来两个就在街上玩 下班了之后我们俩就在街上 对 今天他们下班了 剪了头发就来找我们了 我剪了一个帅气的发型 就今天喜欢的 去马上关门了 对 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 现在已经 现在是只有 这个 9点20了 我们只有40分钟 因为一般你家店铺就10点钟关门 我们40分钟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够今天选多少套好不好 哦 也不选 必须 你怎么怎么会选 虽然选的话就是有点 那个浪费了 什么浪费呀 不浪费 一点也不浪费 今天 只要你要穿都不浪费 你不穿那才叫浪费呢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已经7.5万人了呀 这么多人 买两套送给今天闺蜜 行 家人们 你们说的 你们你们同意我就直接送 你们说送不送给小胡 小胡 我们直播间大家都说哈 说你今天辛苦了 真的 哎 请你点辛苦 要送你一套 家人们来直接走进进进进去进去进去 走走走走 走吧走吧 来小鸡推荐一下 哎 我们我们我们开个直播没事吗 我就开开开 选选个衣服 等他 等他买个衣服啊 哈哈 对 现在我们直播间7万多个人了哈 送呀 行 那你们 您给他推荐一下 你看一下他适合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你看他这个气质 对对他他比较瘦哈 但是他要要 对穿的好看一点的 哈哈 对我让人家老板推荐一下啊 让人家老板推荐一下 哈哈 没事没事没关系啊 对 这种小衣服 我这个比较新的嘛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今天 可以吗 大家说这一件好不好看 我看一下吗 这个衣服 小虎来你眼光独到一点 嗯 送呀行 你们说送就送 一般一般那就再看一下 这样 您 你知道什么款式好一点 你看一下 你先拿两套来 你觉得比较适合他的 爆款 好 好 呃 对 爆款 吊带裤 我喜欢穿牛仔裤 牛仔裤 还想你真的 穿牛仔裤 家人妈 我真的我服了小几年了 他要买牛仔裤 你们说我要不要他买 我这个粉色的 他这个牛仔裤 那有什么好穿的呀 你这夏天牛仔裤可热了 女孩子真的家人妈 我觉得尤其是夏天 女孩子要穿宽松一点 透气的 我跟你说 我这个好性感 我透气 我看一下 这个太性感了 这种衣服呀 这个太性感了 这这这这 我我我反正没见过几年穿过 家人们你们说那个衣服 要不要让几年试 我觉得我真的 反正我没看到几年穿过 算了算了 不行不行 你不适合这种 今天我告诉你 你不适合那种衣服 那种太性感了 小胡这个牛仔裤好看吗 快想 你们看 一天天 什么牛仔裤 你们说 你们说要不要 要牛仔裤不行呀 行 刚刚那个衣服不说 大家说不行 那肯定不让他穿 这个牛仔裤你们说要不要买 牛仔裤要不要 要同不同意几年选 我觉得几年那个 真的 牛仔裤的话拿来干嘛呀 牛仔裤 牛仔裤的话算了 几年 我跟你说几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我瞧瞧跟你说瞧瞧话 我告诉你哈 牛仔裤的话 你现在 你现在 要 就是 我觉得这一套你穿的话 你穿你穿 这个感觉还可以 我跟你说几年 你是不是小朋友 牛仔裤是小朋友穿的 你知道吗 真的 牛仔裤是小朋友穿的 我这套有女人味 这套你穿 哇 你穿 这套好有女人味呀 今天说要不要让他穿 我今天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风格 哇 还有珍珠 你们还上面还有珍珠项链 几年腿长 不让他穿牛仔裤 对 牛仔裤 那个葡萄系 这夏天 穿的出汗呀啥的 对身体也不好 买仙女裙子 家人们你们说这一套要不要让几年试 刚刚我看的挺成 我这一个 几年 这个他能穿吗 想好的 家人们 这个好像公主呀 我发现 好看 楼上也可以 要不要楼上去看一下 哎 我觉得哈 几年这样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先一套一套试 行不行 你不试 你也不知道你穿着好不好看 你公司觉得 你自己感觉也好 不好看 你自己感觉不好看 一般吧 是呀 对对对 是不是 白色这套可以 几年来 大家都说白色这套 哎 老板可以把这个白色这套 我试一下嘛 行不行 可以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色这套 挺好看的 对 姐姐这个配什么鞋子 就是很不鞋 配什么鞋子 白色这个真的 这个有点像公主哈 对不对 你们感觉呢 像那种小相风啊 就风格来说 是不是小相风呀 这个叫 有啥厉害的 你们要关门了 哎呀 就是耽搁零时间的 就关门了 没事 没事 我们 我们开个直播 也可以帮你宣传一下 我们直播间现在都9万多个人 对对 试一下 白色好看 今天 哇 今天从来没穿过 今天 你试一下这种风格的衣服 没事 单单单个 说了 人家下班了 要不把明天后来睡 对 嗯 那要不要就不取了 可不可以单个一会儿嘛 就单个十几分钟 对 我们我们是 我们是真心要买的哈 老板 不是说来开直播逛 真心要买的 他穿的好看 我们就马上买 好 对对 您可以多给他四几套嘛 反正关门了 然后来点生意也挺好的 行 还没吃饭 行行行 哇 现在我们直播间9万多个了呀 这么多人 白色好看 对 来今天快去试 这两家人们 因为人家这家店铺要关门了 其下有敲呼 这样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一下 你跟老板说一下 我们 不会选多了 我们也理解他要关门了 我们就选三套 他试三套 试三套 然后不管好不好看 我们都就就走了 你给老板讲一下 你看一下行不行 我们就试三套 好不好 佳尔曼 大家也理解一下 因为你要关门了 就试三套 你跟他说一下 好不好 佳尔曼 你们觉得呢 小鸡年在里边试 他进去了 我觉得他应该出来会真的 会是一个全新的鸡年 他现在在里边 佳尔曼 你们觉得好不好 试三套 因为人家这家店铺要关门了 一般是十点钟 你家 你问一下 行不行 你问一下 他说行不行就算了 不行就试了 这套就走 可以看 就对 对 就试个三套 试三套 然后我们好看就 不是 不是 您看 我们是纯粹的 就是开直播 记录一下生活的 就记录可以 对对对 记录生活的 你看这家店铺都挺好的 在乐山 乐山丝毫对面 家伙们 对对对 有在乐山都可以来照顾生意 你看这家店确实挺好看的 哈哈 对 几年 他之前有一个说认识他的粉丝 也在这里上班 有个粉丝阿姨 今天好像不在 今天不在 没关系啊 今天不在的话也没事 我们下次来偶遇 和老板说一下玩一点 家伙们 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 是确实人家老板要关门的 不是我说了算 哈哈 哎 今天我看一下 哇 这个会不会有点热呢 我觉得 不是觉得是那个面 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有点热 我感觉这个 明天还不行 就今天你先逛一 这样我们再怎么 今天也得在这里买买个几件 买买一件 有喝死就买 对对对 今天开心花了吗 你你再挑这样 我们再选两个就就试一下 走走走 楼上楼上去 不想吃了 楼走嘛走嘛 下次下次 我说不想吃了 小胡你去帮他看一下 你去帮他看一下 你还要吗 对对对 对 有点热 太厚了 我们马上重新帮他选一下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已经90万个人了呀 我的天 这么多人啊 家伙们 叶总少说两句 家伙们 我如果 我得必须要说话呀 我说话跟家伙们聊聊天 我不说话的话 你们 对谁跟你们聊天呢 对不对 效果一般蛮小 那听大家的 已经换下来了 我让小 小胡上去试了 让小胡上去找衣服了 来你们可以看 你们来看 你们觉得哪一个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哪一件 稍微适合他 这种腰会露出来的 我觉得都不适合他 太暴露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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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吃了 我不想吃了 不想吃就算了 不想吃就回去了 对对对 马上小胡上去给你看 你叫少方的 我知道我知道 这样我们去楼上逛一转 逛了我们就走 看一下 你要老板叫你上去看一下 走吧走吧 谢谢啊 谢谢啊 走走走 你要耽搁人家时间快快 今天快一点 没事没事 那个就放在沙发上 放沙发上吧 把这个放沙发上 对对对 早一点来 对对对 我们下一次早一点 因为 来快快 今天走走快一点 我不想吃了呀 我真的不想吃了 为什么呢 我不想吃了 你觉得贵了 不是 我知道了 我想走了 我看一下吊牌什么家里 不是我真的想走 真的想走了 今天 也不是很贵啊 千毛块钱 走吧 走上去 先上去 你撕一下 今天你就再撕一套 我们让他试一跳 就在这这试一套 来来来 今天听话 就行吗 小子 哪一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看 你给我看 他都太漏了 超撕撕 就是有点晚饮 我想说去 现在什么晚宴 吃饭的时候 可以看 这个白色 家人们 你们说要不要试一下 白色和粉色 你们说是哪一个 我觉得小明的粉色也好看 这个可能要会把尖的漏出来 我感觉今天 不知道他 应该不适合这种 下次再来 对对对 下次再来吧 下次再来 要不下次哈 放一下 白色 行 那我们这两家吧 我们明天 我们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我们明天再来 怎么了 不是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刚才听到他们把电话怎么 然后就是人家好像以为我们是那种 看电 然后他自己也要往里去吃饭 然后我就看到他脸都红了 然后我们也不好再打倒了 今天跟我说 今天他比较体谅别人 要看别人的脸色 不能就是我们是什么 就别人要为我们 人家下班了 九点钟下班 而且他 一直强调 他说他没有吃饭 哇 家人们 你们看看 然后他又只是 人家只是服务员 我们一直逼选人家 我们要 我没有拿 你手机在 你手机在 所以说呢 今天他真的好为别人 真的好 好体谅别人 家人们 你去拿吧 对对 我们下次吧 下一次 我们待会再去逛逛 看看其他店铺 所以说真的 今天他真的太懂事了 家人们 你们看到没有 太体谅别人了 他直接说 人家本来下班了 他一点也不想耽搁别人的时间 确实是 他刚才今天跟我说 他说那个姐姐脸都红了 就是在那吃衣服的时候 就是说 你可能有点小生气了 然后又有点太晚了 没吃饭 然后人家就说 很理解 我们就先看了 明天再来 怎么了 你手 你手机是不是换衣服的那里面 你的手机在我手上呀 还要 还要 好脏 全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我跟你们说个事 我笑 笑死我了 你怎么想的呀 今天 我跟你们说个事 给我笑的 今天他在那找手机 他们两个人都慌了 过去又跑进去 跑到服装店里边去找手机 找了一群回来 最后 他的手机在开直播在我手上 开了那么久的手机 开开了那么久的直播了 他在那走手机 你们看到他的样子没有 哎呀 真的把我笑死了 他以为手机不见了 结果手机在我手上 我刚刚才 我也才反应过来哈 因为平时看直播都是用我的手机开的 我也是才反应过来 他在那儿着急 干着急